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生活的婚姻 谈论故事的婚姻中 冲突家庭中和生活每天 邀请大家来今天的故事 故事 妻子被老板追求后提出离婚 半年后 老板前妻让我变成赢家 妻子被老板追求后提出离婚 半年后 老板前妻让我变成赢家 我叫高泽远 今年29岁 一周前 我的妻子和我离婚了 在办清手续后 没有一丝留恋地离开了我 其实我早就预感 因为从两个月前开始 他就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而且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 我问他干嘛去了 他也只是敷衍地告诉我加班 我们结婚才一年 就又仓促地走向了离婚 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很痛 很委屈 都有吧 可让我意外的是 我竟然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没错 我觉得自己终于不用再过那种提心吊胆 随时都怕他离开的日子了 其实我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 我对他全心全意 他对我若近若离 我的妻子叫蓝梦奇 很好听很梦幻的名字 而他的人和他的名字一样让人心生欢喜 所以自从三年前 在朋友的聚会上和他相识后 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和这个人 后来就是我对他漫长的追求 有节日送礼物 末节日 我就自己制造节日送礼物 那段时间蓝梦奇对我一直都是不同意也不拒绝 我甚至知道我不是唯一追求他的男人 可那时太傻了 觉得好女孩总是会有更多的人追求 可现在才明白如果是好女孩 那对感情一定不会这么轻浮摇摆 一年半后 蓝梦奇在我的追求下 或者是在追求者的选择下 她终于成为了我的女朋友 之后的半年里 订婚 买钻戒 买房子 一切都按照蓝梦奇的要求置办 刚结婚的那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也有过幸福 虽然更多的人就是我单方面的付出 早上的牛奶我会给她提前热好 晚上的晚餐我会准备丰盛 可是只要看到她的笑脸我也就满足了 可自从前两个月开始 蓝梦奇就开始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甚至好几次我在楼上看到同一辆豪车把她送到楼下 可我的质问换来的只有争吵 不过随着她对我提出离婚 一切也都变得明了了 原来她公司的老板两个月前就开始追求她了 所以在老板和她家里的妻子提出离婚后 蓝梦奇也和我正式提出了离婚 就此两个家庭 因为两个人的自私和不负责任彻底破碎了 妻子被老板追求后提出离婚 半年后老板前妻让我变成赢家 离婚后的第十天 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 她说她叫许欣 是那位老板的前妻 她想约我见面 虽然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 可许欣非常真诚 而且语气里充满了心碎 所以最后还是同意见面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咖啡店碰面了 很意外 许欣也是个美丽的女人 可她的美和蓝梦奇完全不同 她的美丽就像黑夜里的明月 让人感觉温暖踏实 我两面对面坐住 却没有想象中的尴尬 因为许欣开门见山地告诉了我她的想法 她不想就这么放过她的前夫 然后给我讲述了他们的过往 原来那位老板是个凤凰男 他们是富家女和穷小子的爱情 她一无所有来自乡下 她天之交女有着富裕的家庭 一开始许欣家里就是反对的 倒不是因为她来自乡下 而且许欣父亲从看她第一眼就觉得她心思不正 可哪有父母能傲过孩子的 到底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婚后 在许欣和娘家的支持下 她成了老板 后来自认有能力了也有钱了 真面目就露出来了 33岁的许欣 用自己的青春看透了一个男人 我听了许欣的讲述只觉得感同身受 可我却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许欣 我和你的经历是相似的 我理解你的难过 可是我想告诉你 对于错误的人 放手 才是对自己的成全 日子总要向前看的 你不愿意帮我是吗 咱们就这样任人欺骗 我不想再和过去纠缠 我不是放过他们 我只是想放过自己 我明白了 那今天打扰你了 许欣起身付款后就离开了 看着他落寞的身影 我心里也是一样的悲凉 妻子被老板追求后提出离婚 半年后 老板前妻让我变成赢家 我以为我们就此便不会再见面了 可没想到第二天夜里 我再次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喝醉了 应该是打错了电话 电话那边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始终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直到后来饭店老板接过电话 告诉了我地址 希望我可以过去接他 有一片刻后 我便过去接他了 毕竟他一个女人 喝醉了总是不太安全 半个小时后 我把他接出了饭店 这时才发现不知道该把他送去哪里 最后我只能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 为了避免误会 我让他睡在了沙发上 而我就趴在客厅的餐桌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许欣醒来后 我第一时间做出了解事 许欣苦笑了一下 说失礼了 然后看着我真诚地说道 能在这个时间里遇见你 也是我的幸运 可能是因为我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了 所以从那天开始 许欣就把我当成了一个诉说心酸和难过的树洞 而我也慢慢地习惯了 每天在听他诉苦后安慰他一番 因为安慰他的每一句话也都是在宽慰自己 妻子被老板追求后提出离婚 半年后 老板前妻让我变成赢家 我们消失的一个月后 许欣问我 我看你做的设计图都很好呀 有没有兴趣一起干一番事业 我起初是拒绝的 因为我现在虽然是给别人打工 可是工资也不少还不费心 所以我并不想自己开公司 可许欣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还故意刺激我 说他前夫就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才把我妻子哄走的 须仰持续半个月的游说 我终于答应和许欣一起开公司了 又半个月后 公司就在许欣的安排下顺利成立起来了 而我也顺利地离开了之前的公司 当起了小老板 我和许欣的分工也很明确 她负责业务 我负责设计 让我意外的是 刚开业的公司却有忙不清的业务 大订单小订单 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第一个月我们就稳稳地盈利了 我真的是又惊又喜 接下来的几个月依旧如此 我和许欣并肩作战 忙碌的工作也让我们忘却了所有烦恼 而我和许欣相互依靠彼此鼓励 也都走出了离婚的阴霾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间我和许欣已经像十五个月了 我现在看着许欣才明白之前都是错付了 可我却没勇气和许欣表白 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和我一样已经和过去告别了 直到那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了许欣前夫 不一会许欣也走了出来 我听不清两个人在说什么 可我能看出来许欣很开心 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许欣是没有机会在一起了 当天下班后 许欣非要请我吃饭 我拒绝了 则远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长痛不如短痛 我索性直接把话说了出来 我看到你前夫来找你了 许欣愣了一下 然后就笑了起来 所以你是吃醋了 见我不说话 许欣接着说道 这两天 你前妻可能也会找你 因为他们的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 则远如果你和我一样 在未来的日子已想要你我彼此为伴 那就请你如同我拒绝前夫这般 拒绝你的前妻 对待感情 咱们谁都不可以摇摆不定 那天我才知道 原来许欣父母就是做家装起家的 而她前夫的公司都是许欣娘家在默默支持 而许欣为了保护前夫的面子 并没告诉前夫公司里大部分业务 都是自己父母那边介绍过去的 而现在这些客户许欣 全部都协商到了我们的新公司 而许欣的父亲 原来早就趁机装做咨询装修的顾客 对我进行了考察 许欣还说 她父亲对我很是认可 我看住许欣调皮的样子 也跟住笑了起来 原来我早就掉进了她的圈套了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前妻在得知我现在事业有成后 真的就给我打来求和的电话 我没有犹豫 果断拒绝了她 在我和许欣相识的半年后 我们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到场的只有至亲好友 我俩都经历过一次婚姻 现在只需要家人朋友的祝福和彼此的真心 至于我 可以拥有这么一位 只用了半年时间 就让我逆风翻盘 变成赢家的妻子就已经足够了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